你忌諱的是什麼 我忌諱的就是那種 這樣吐你一下 因為我是覺得頭 也是男生真的是雄心 不可以亂碰我們的頭的 像我覺得 會衰對不對 對 而且我覺得 人有鑽把火 你知道 這樣子 對 而且最嚴重的 什麼事啊 怎麼迷你回來啦 沒有 像頭啊 我覺得這個頂的東西 是身為一個男人很重要的 比方說我有一次錄綜藝節目 他們要我們從女生的腳下這樣 這樣子 那個什麼舞 叫我們要這樣拉著手 從他的胯下這樣過去 國標也有這種嘛 但是跳舞也會這樣拉耶 我不行 我抵死都不行 上面有個鐵蓋子垂掉下來 直接扎在頭頂 那個可以嗎 錄節目的話 勉強 對 就算了 但是私底下 我可能碰了我一次頭 我就會告訴你說 不要再動頭 因為點這個頭 有點不禮貌的感覺 感覺是有點說 你知不知道這樣 好像這樣子 對 他這個情緒不是只有頭而已 真的 可是有人很 就是藝瀟 就是那個 等一下 現在國語都很像 我也是不是 這不是韓國語啦 不是 你也曉得 不是 我不知道怎麼來形容 你現在很像老牌藝人 假裝穿得很時髦 對 對 對 他是一個老牌藝人 有些是這個危機 怎麼辦 藝瀟 我不知道要怎麼來形容 剛剛這兩個字是什麼 藝瀟是很... 白目 素簽 很故意 像你白目 幹嘛 你偏要幹嘛 很玩 手簽 手簽 是嗎 對 見小孩 像我有一次錄 就幼幼台 兒童台的時候 跟那些就姐姐們 對 我記得好像是水蜜桃吧 他就是這樣 在...我就跟他說 你... 他們會開玩笑 比方說 你這個怎麼會這樣這樣這樣 動了 你為什麼每天都要這樣刺 台灣人都要這樣 和自己靠近 你們很敏捷耶 不要...大家都不要... 之類的 然後第一次 他們都是空軍一號 就只要飛彈飛彈 他們就... 就... 然後我刺動閃避 就跟他說 他說不要 我會覺得這樣很不舒服 然後他就 好像覺得我在開玩笑 幹什麼這樣呢 這麼嚴肅 然後我就很認真的 我現在都不太敢講話 我一直覺得我有口感 你說像某一個姐姐嗎 他說水蜜桃 水蜜桃 他那麼資深 你也敢惹他 就是不舒服啊 水桃